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人因为癌症痛病的折磨 身心一直处于很消极的状态 虽然燕华很细心地照顾着她 可还是无法改变她消极的心理状态 有一次她把燕华支去照相馆 于是决定自杀 燕华拿到了她的相片 于是猜到了老人的心里 赶紧跑回家救下了要自杀的老人 老人开始心存感激 于是老人和燕华就这么每天快快乐乐地过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 老人看着年轻貌美的燕华 在自己眼前天天晃来晃去就心动了 慢慢地她感觉到自己喜欢上了燕华 终于按耐不住了 决定去和燕华反云赋予 可是却被燕华拒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老人对燕华的爱遇见强烈 于是燕华一点点开始暴露了自己真正的样子 原来老人的儿子郑焕和燕华之前是真正相爱的两个人 郑焕在燕华最落魄的时候拯救了她 从心灵上给了她依靠 于是燕华也爱上了郑焕 无奈郑焕的父亲也就是老人 不仅不同意两个人在一起 还觉得燕华丢人 于是派小混混在郑焕面前轮见了燕华 之后郑焕悲痛欲绝 除车祸身亡 两个相爱的人就这么活生生地被拆散 燕华痛苦极了 于是决定报复老人 她每天给老人泡的茶俗成夜关门 是增强男人性欲的一种东西 她为了让老人爱上她 然后再狠狠地给老人一巴掌 她成功了 老人成功地爱上了她 还为她带上了爱的钻截 也就是这个时候燕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可是这个时候老人依然爱上了燕华 燕华就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报击 老人感到极其地抱歉 可是为时已晚 于是老人选择了自杀 并且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燕华 燕华虽然觉得痛苦 但还是觉得她罪有应得 于是在卧室哭了 现实中燕华装柔弱 用同样的方式报复了记者 因为记者当年在正患死后为了增加销量 就去捏造关于正患的事实 当燕华完成了所有的报复之后 她也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意义了 于是决定自杀 可是也不知上天是可怜她还是怎样 老人的灵魂和小正患出现了 救下了生无可怜的她 然后老人和小正患就坐上了通往天堂的列车 这篇电影的女主很好看 很吸引人 剧情很是不错 很新颖 虽然影片以报复为主体 可却处处充满着真情 让人感觉处处都很温馨 总之打发时间还是一部不错的片子 我是小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到最后 感谢观看